嘿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沈尾 今天這部影片呢是 新手少走冤枉路篇 什麼意思呢 很多人玩一個遊戲啊 會不會玩一玩團發現 欸幹原來我在另一隻份角 或是呢玩一玩發現 哎我把資源投錯了怎麼辦 哭天喊地有沒有這個贖回啊 贖回卷啊 這贖回一波啊 啊沒這種事 所以呢今天這部影片呢 最主要呢就是要跟大家講 哦在新手的時候我們有一些東西啊 投資要投資對 人家說投資理財有賺有賠嘛對不對 那投隊呢我們才能夠啊 好棒棒 吃窮 好那這個我們呢 如果呢你是一個 一頂老手 一頂老手 這不用看 你大概也知道什麼東西要投 什麼東西不用投 那我們現在講一下這個介面上面的這三個東西啊 最主要來籃球幣給你換球員用的 等一下我們一介紹 鑽石呢 我強烈的建議 拿到所有的鑽石都拿去抽 潛能 潛能底下 這個潛能 潛能獲取這邊 除非你真的很想要仙道 你對仙道特別有愛啊 那不然的話呢 全部都要拿鑽石來抽潛能 那鑽石跟這個點卷呢 1比1啦 相當相當的賣貨 那這個點卷是上面挖狗 這個點卷就是你儲值的時候會有的東西啊 手除30可以拿工程 工程是不錯的一個投資選擇 好那這邊主要介紹完我們先講一下 商城 男人呢最喜歡逛鞋店 女人最喜歡逛衣服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進來商城看一下 這個新品啊全部都是啊 要你剁手的 不用理他 我覺得這個 如果你我們先講維克 維克跟不克 不克呢 什麼都不用看對不對 那維克呢 這個月訂閱還可以還行啊 因為你訂閱下去啊 你333訂閱下去 他還是給你400多點卷 然後額外的每天還是給你一些其他的寶物 小寶貝 好那資料商店就是啊 球員獲取的地方啊 有些球員啊是用 之前啊有很多遊戲啊 什麼球員都用抽的 S啊 SSR啊 SSS啊 SSS啊 對不對 那這個遊戲呢 比較開眾名跟你講 你若是想要球員 比較賣 讓他看到左邊有點卷 右邊有這個籃球幣 每一個角色啊 這邊的角色都可以用籃球幣買 啊我現在籃球幣有2萬 所以很多角色我基本上都可以買 那有一些呢 就還不行 如果你想要趕快約我的話 這個點卷600塊 600塊給開了 給開了 等一下 差點嚇死我 600塊我們換算一下 600塊點卷 所以一隻球員大概是470塊 跟傳說對決的一個造型比 差不多啦 差不多 OK啊還行啦 傳說對決的角色 一隻也要 這個算起來也差不多這個價格 好這個熱賣商品呢 我唯一推薦 這個 如果你稍微微課的話 這個呢一個禮拜啊 是可以跟媽媽請款一次的 因為我覺得 裡面那個啊 特訓卡碎片啊 因為他最後要換成 你要如果你要角色有 額外的技能的話 這個特訓卡碎片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 特訓卡碎片呢 換成的 這個 球員啊 球員的那個特訓卡 也是每天有限 所以有的話你就可以換一下 那再來呢 這個的話 我是覺得下面這些有沒有 他跟講說什麼 有機率 888 8娘 這個呢 有機率 等一下 有機率 有沒有看到這個 有機率乘以5 他旁邊的其他都是送的 這些呢 我跟你講 有機率啊 就是沒機率的意思 都不用抽 不用抽 不用浪費錢啦 真的 除非你是土豪啦 那土豪就不用看我的影片 全部都買就對了 那再來呢 這個 限時商城啊 你不要以為啊 這個限時商城多優惠 這就是啊 一種什麼 手段啊 比你買東西的手段 有沒有看到 很多啊 這些 跟講的給你一個仙道圖案 以為你可以買一個仙道 沒有 沒有他只給你一張仙道特訓卡 一張啊 一張仙道的特訓卡 連一個技能都沒辦法使出來 那 這個 這邊呢 我唯一推薦 我每天 會花33塊 是台幣33塊 買的就是這個 一樣是 技能特訓卡 我已經買5天了 我從來都沒有抽到 50張過啊 從來都沒有抽到這個 訓練卡 訓練卡碎片50張過 很難過很難過 很難過 那這個 雜貨商店呢 下面這三個 我已經每天都換完 唯一推薦 這三個 上面都要鑽石啊 千萬不要 大家知道一個鑽石 等於一個點券嘛 那差不多 一塊錢啊 你的台幣一塊錢啊 大概點券可以換到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 大家都土豪 換這個 3220 所以算一算 大概 1.4塊 我的數學能力就是這麼好 你要買的很划算 才有1.4塊 不然他是沒有的 那這個天賦商店很重要 每天都進來給他逛一下 沒事逛兩下 有事逛八下 看你今天想要什麼球員 想要什麼角色 上面這個碎片呢 呃 所有的碎片一天啊 都只能 如果你用碎片卡的話 只能買 10張 那如果你是土豪啊 他當然不限制你啊 你用點券買 你看看 點券 這樣算起來是多少錢 大概 100塊 112塊 110 120 一張 這個特訓卡 夭壽鬼 你在一個技能 要幾張特訓卡嗎 嗯 少說啊 少則兩張啊 多則十張啊 你要比較炫 比較炫力的 當然要十張啊 十張不好意思 1100塊 加戲 一個技能1100塊 可以買幾個便當 50元便當買幾個 夭壽Cinnabelle 這個 這樣不行喔 那當然也有一些啊 很便宜的有沒有 這些什麼 海哲皮啊 這個啊 潮騎哲氏啊 不是海哲皮啊 這個 安田信仰 安田靜村啊 這些都很便宜 如果呢 你是無課玩家 這些角色啊 你也不是什麼 特別迷哪個 動漫角色的話 這個OK啦 OK 那最後呢 這一頁呢 是什麼 造型嘛 造型不用看 都是給你開機 但他的造型好像都有額外的 那個 加成啊 好 比如說那個 三分加三啊 對不對 藍板加三啊 櫻木啊 這些 啊 商店的介紹完之後呢 這邊有個奪寶 大家沒興趣 有興趣就可以看一下 沒興趣就不用看了 這個東西啊 一開始騙了好多鑽石啊 我想說呢 好像抽起來不錯 後來才發現 鑽石 全部都冤枉花在這邊 之後呢我就 脫離了 那 右邊這邊呢 就是 戰鬥 就這樣 啊 活動呢 反正你有什麼東西啊 有什麼東西亮亮的點進去 就就就對啦 啊 那通行證呢 這個東西呢 要不要買 我個人覺得啊 因為他 一定是啊 以後啊 每個月可能是通行證會有一隻角色 你看像20等 就是這個嘛 長 長谷川一字嘛 對不對 那長谷川最拿手的是什麼 就是防守啊 啊我之後可能會考慮買一下 我先把木木 這個稍微升級一下 之後我可能買一個長谷川來玩一玩 那錢人呢 這個錢人啊 這些東西的配置啊 我們之後再細講 反正呢 你所有的 如果你圖案不知道該怎麼配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推薦 他的推薦不是最好 但絕對比你什麼都不知道更好 那錢人有分小錢人跟大錢人啊 大錢人就是這個特質錢人 這個拿到啊厲害啦 正所謂物以稀為貴嘛 所以呢你很難拿到 怎麼樣可以拿到這個特質錢人呢 這塞在哪裡 塞在下面這邊啊 有沒有看到 這個沒東西塞啊 只能塞這些東西啊 三分球未命 投籃未命中 下一次會提高1%的三分球 我玩工程啊 裝這個啦 夭壽 那這邊再來呢 最後呢 錢人獲得的地方就是加啦 你要抽特質錢人這邊也有 那你抽到100次 可以免費選一個特質錢人 那 基本上我看過啊 好像蠻多人在這100次裡面 可以抽1到2次 最早會有一次吧 因為我自己有抽到一次啊 那那個是不能選的 就是他給你什麼 你就要什麼 他給你盡拉雞腿吧 的雞腿 你就不能要雞翅 大概是這個概念 那你不要想說下面這個什麼 81抽 400 5抽好像400比較划算喔 騙一些沒玩過遊戲的人 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自己腦袋算一下 幼稚園的數學就可以算出來 他並沒有比較划算 好然後 這個 反正這些就是一些 可以領獎品的東西啦 好那個社團 就是 對 就是社團 就是工會啦 隨便找一個加入這樣 那任務的話呢 你就他上面都會跟你講 每天要衝他腳衝他腳 你就照點就好 然後就領一些獎勵 好基本上呢 這個遊戲的介面就是 這樣 好那 如果你有講很多廢話你就知道 那就表示啊 這部影片更就不用看了 你已經脫離新手了 好那之後呢 我們 因為我覺得很難啊 很難 去講說 每一個角色 什麼前能要用什麼 用什麼 因為終究來講 那還是只是推薦啦 就很像傳說奧義 大家都知道 那個 你也知道 我不可能一個角色 我可能就可以配很多奧義 那是看個人的打法 那那個比較細 所以我沒辦法在這個新手 因為他新手進來都笨笨啦 你只要知道錢 不要花在哪 該花在哪 這樣就好了 好那現在 前能根本熟練之後 我們一一的幫大家 做一個剖析啦 好啦 那如果喜歡影片 記得訂閱一下我的YouTube頻道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